嗨 小朋友 还记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吗? 我们很久没有让你玩的 这个字母的拼读版 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来做练习 好 然后我们uniform的phonics U U 这是三年级学过的 U 如果再加一个silent 不发音的E在字的尾巴 然后呢 U跟E中间就是有格一个字母的 U space E U 好 那课本里面的呢 单字呢 我们都已经练习很多次 现在呢 老师再给你多做一点课外的练习 OK 请小朋友一起来跟我练习 Cu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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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ube Cube OK What is cube? 课本的字 立方体 还记得吗? 好 那现在老师再给他做个变化哦 假如说我改变这个字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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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這個喔 是F就好了 來 KF QF 小朋友先不要去管意思 我們只是做發音練習 KG And this one QG K K也是 C跟K都是 Q Oh sorry Q Q OK 那我現在來改變前面這一個 你也會喔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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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